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善一道经 第四面 第三行看起 龙我如官佛身 从百千亿佛德所身 骤相庄严 光明显耀 比喻诸大众 是无量意 自在返往 习不复现 其又斩两如来生成 莫不莫学 到这里是一段 我们对这段经文 要深深地去分析 应当要向佛学习 龙王 是我们六道众生的代表 为什么用龙王来做代表呢 龙是变幻多段 变化莫测 就自身来说 我们齐心动念 千变万化 就我们生活环境来说 我们面对人事 对人 对事 对物 这一切人事物 也是变化莫测 所以用龙来表发 王 这种变化 不知不觉 好像是自然的了 佛家常说 发而如实 似乎这个情形 往有自在的意思 没有丝毫勉强 这表什么呢 表习性 已经成了自然 习惯成自然 少臣若天性 就像天性一样 自自然然的 他就齐心动念 刹那不住 所以用我 来代表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业励之身 佛在经上常说 我们自己 无法体会 自己也常说 我的这个业障深重 这业障深重 这业障深重之 程度 业障深重之 所以然 自己完全不能够 绝成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佛以龙王来表伐了 意思就 横深 横深 这六道众生 佛教给我们 你观察 佛身 所以佛是 献身说法 正是 经教里 都常常教导我们 受持 读诵 为人 耶稣 耶稣 表演 做出来 给我们看 我们看 佛身 这个一切经论 里面 都记载着 佛的向好 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教诚法素 佛学词 都有记载 这是最容易 查的 江卫龙居师 祝金刚经讲义 周志安居师 读心经全注 都引进 举论 详细的 跟我们说 向好 果报 果必有因 我们常常说 向随心转 这个话 这个话一点都没错 实实在在的 是这么一桩事情 不但我们自身 相貌 体质 是随心所转 我们的生活环境 又何尝不是 除了自身之外 都是生活环境 换一句话说 全是一报 跟我们一起生活 这些人 是人事环境 这物质呢 是物质环境 人事环境 怎么外面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也是随心 俗变 随心 俗转 这几个人知道呢 我们说 我们今天生活环境 很不好 人事环境也不好 是物质环境也不好 这个经 前面佛说得很明白 一切法从心想上 你心想 是美好的 一切人是美好的 事是美好的 环境是美好的 你的念头不好啊 人事无 没有一样是好的 这岂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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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叶大师所说的 今云 无好丑 好丑 在于心 人心啊 人心要好啊 其心 动念 都好 百千亿 佛得所生 这个百千亿 到底是真的是 这是假的呢 真的 佛 每一个念头 都是佛的 那我们就晓得 我们从早到晚 多少个念头 这百千亿 一点都不过分 是个形容啊 不是真正的数字 真正数字 比这个 不晓得要多 百千亿倍都不止 我们在佛经里面读到 佛告诉我们 一坛值 有六十刹那 一刹那 有九百个念头 我们过去也粗略的估计 一秒钟 有两个十万八千念头 这种威系念头啊 我们凡夫不能觉察 谁见到了呢 佛经上给我们说了 八地菩萨见到了 那个定功身呢 就是心亲近 亲近到那样的程度 折察到 微信念头的生命 我们的念头 六道凡夫的念头 佛说法把他归纳 善我无忌 这三类言 善有福 但是不是德 六道众生有福 德他不善 这个德的水平太高了 德是什么 所有一些念念都是善念 念念无助 金刚经上讲的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无助是什么呢 利妄想分别之处 这叫无助 我们极微细的念头 都堕在 妄想分别之处 你就晓得 这个妄想分别之处 这个根有多深 所以佛教导我们 我们学习了这么困难 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这个根太深了 一秒钟 两个十万八千生命 每一个生命 都居足妄想分别之处 由此刻之 我们今天要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是放下粗相 好像一棵树一样 放下几片叶子而已 放下个树梢而已 知干根本 一丝毫都没有动摇 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佛呢 我们供养佛像的用意 在那里 就在这里 让我们看到佛像 想到佛奇心动念 也与造作 全是圆满的福德 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 生于一切众生 感应道教的死心 众生有感 佛力克就有印 这个身心 我们很难理解 因为我们凡夫讲的身心 就会起心动念 佛有没有起心动念 没有 所以这个身心的意思 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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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于菩萨 随内现身 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佛于一切众生 随机说法 也没有一切妄想分别之处 我们要了解 这四世真相 学佛从哪里学 从这些地方学 一切众生 根性不相同 因此 入门也不一样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根性 古德常讲 人贵自知之明 自己一定要了解自己 认识自己 你的修学就方便了 世间糊涂人 迷惑颠倒的人 他不认识自己 狂妄自大 这种人 世法佛法都没有成就 古人这样说法 我们再仔细观察 果然不错 凡是狂妄自大的 这些人在社会上不少 一无所成 真正有成就的 连聊凡私信里面都说了很多 亲虚恭敬 处处不如人 你看 原聊凡看人 看到这些局子 就是准备去考试的 只要看到这个人 亲虚恭敬 样样样不如人 他说这个人 决定靠中 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 这个人决定落地 都被他撂中了 这里就有大道理 所以我们在此地要学 那么复得的根是什么呢 根就是十三夜道 怎么能够舒服 祝福如来 百千亿复得的根本 就是今夜三复的退了 孝养父母 奉仕四长 慈心不杀 修世善业 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讲的是这一句 但是他有轻重的差别 是以孝亲尊师为重 世上夜道经 跟地藏菩萨本愿经 无二无别 偏重的慈心不杀 修世善业 这两个经 合起来看 今夜三复 第一条就圆满了 祝福菩萨从这里修起 也在这个地方完成 发心齐修 这就是发心著的菩萨 功德圆满 就是究竟的佛果 究竟的佛果 只不过把这一条十六个字 远远满满 做到 我们要懂这条十六个字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然后才晓得怎样修修 所以这句话 非常重要 去想想我们 我们今天的身 从八千亿业障所生 那照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地藏经上讲的话 罢了 严福提众生 其心动念 无不是罪 我们是从罪业生 为什么会这个现象 其实 我们在经教 透过这么长的时间 修学 不是不同 懂得 我们这个罪业生 念念都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的念头 从来没有说是一秒钟 一分钟放下过 没有 念念都是自私自利 这就是罪了 地藏经上讲的是 其心动念 无不是罪 佛是佛德 是德 佛 其心动念 绝不为自己 怎么知道呢 金刚经上说得很好 佛菩萨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数者见 所以 他成就的是 无量佛德了 我们呢 其心动念 自私自利 居足四相 无不是罪 无不实罪 无不实罪 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事实真相也明白了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要不要学佛呢 要不要学佛呢 佛的古报 下面说了 从八千亿佛德所生 这是因 下面讲古 诸相 诸相 这一句是古报里头的总说 佛陀 视线在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 众生复波 总是与一切众生 献同类身 同类身里头 比较好一点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吗 同类身里头的好相 金钟赞叹佛的报身 华阴经里面 奴舍那夫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身有五量相 相有五量好啊 不是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啊 这是如来古地上 今天 跟我们凡夫说 我们凡夫也没有办法理解 我们能够 对于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比较上能够理解一点 能够体会到一点 世间 有志之思 就如同阿难正臣 见到佛的相好光明 发心向佛学习 这是把古报展现出来 你们看看这古报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古报好 你也想要 那你就要像 佛菩萨一样啊 修音 英语 果就满了 你不修音 这个报 这个果报 是决定得不到的 那么这段文 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 要知道怎样去学习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慢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